今天台股繼續亮縮上漲29點 已經連續三個交易日 站在15000點的整數關卡之上 從技術分析的領域來看 其實這就是一個確認突破的訊號 短線上有機會持續向上挑戰季線的關卡 如果你還在擔心亮縮沒有亮的話 很可能就會錯失最佳的進場機會 旁邊上最強勢的類股族群還是網通族群 我們持續幫大家追蹤的 中壘滑星光市再創新高 另外資安類股安芮今天是漲停 排名上還有哪些股票值得大家留意的呢 千萬不要錯過今天節目喔 投資握力放眼未來 想要跟我一起使用融合總金面 基本面技術面面面俱到的投資方式 掌握股價關鍵買賣點 歡迎加入我的相關媒體頻道 加入之後記得要按讚訂閱加開啟小鈴鐺喔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航海王 今天台股繼續亮縮上漲了29點 雖然說只有稍少的29點 但是整體來看啊台股已經連續三個交易日啊 站在15000點這個整數關卡之上 如果你從技術分析的領域去看的話 其實啊 連續三個交易日站在一個關鍵價位 就是15000點這個整數關卡之上的話呢 這就代表是一個突破的訊號 那很多人還是很猶豫還是很懷疑 因為呢大部分的老師來跟你講說 亮縮亮縮不會漲 亮縮就真的不會漲嘛 如果我們從一個最基礎的一個股市的原則去看的話 其實股市就是一個買跟賣嘛 對不對 有人買他就會漲 不管你基本面好或不好 當然我們希望挑 基本面比較好的 那在跌下來過程當中 會比較有 比較看基本面的大戶啊 法人會經常去做承接 因為畢竟很多投信啊 他們是不能買賠錢的 就是公司沒有賺錢的公司 對不對 因為他們是不能投資那種沒賺錢 這是法規規定 他們內規規定的 所以呢是不能買的 所以你基本面比較好的股票的話 甚至是配息比較高的股票的話 在下跌的過程當中呢 他會比較多人願意去做承接 那當然如果說 沒有基本面的股票你說會不會漲 當然也會漲啊對不對 比如說像最近這一波 說元宇宙類股 說真的啊 像宏達電的話 其實到現在來講 還沒有賺錢嘛 這是確實的 那營收也還沒有在創新高嘛 所以呢其實基本面好不好 其實啊 這是我們影響股票的一個關鍵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一件事情啊 投資股票你一定要 從總經面基本面跟技術面 面面巨大去看 所以呢 現在呢我們跟大家講說 你看如果說 股票的話就是一個買賣嘛 有買就會向上漲 大家都會賣就會向下跌 所以我們從一個向上漲的過程當中呢跟大家講 為什麼行情呢都會在最悲觀最悲觀最絕望的時候誕生 因為呢所有該賣的人都已經賣了大家去想想 已經跌下來之後比如說跌到一萬四千點 那你會很恐慌你隔壁的人也會很恐慌大家都很恐慌 你賣出他賣出每一個人都賣出 當所有人都賣出的時候 市場上就沒有賣壓 沒有賣壓之後呢就不會繼續往下跌了 所以這就是股市的最低的第一個階段 那第二個階段呢當股市呢 當沒有人在賣的時候就買盤慢慢就很容易就把它向上拉抬 那在向上拉抬的過程當中很多人還在幹嘛 觀望 對不對我相信你現在看這個節目你現在看我們的節目 很多投資朋友你現在也還在觀望 因為你就覺得現在還有什麼戰爭通膨又要升息 到底會不會漲啊 台股這波到底是漲真的應該只是個反彈吧 對不對那你會發現當大家覺得他只是一個反彈的時候呢 他就一直向上拉一直向上拉 其實我們可以從很多的利空啊你就可以去測試你會發現 譬如說雞來台灣有沒有跌 有跌一點點還守在月線之上 中國軍演有沒有跌 沒什麼跌 沒事沒多久現在向上漲了 對不對 所以這都證明了什麼 很多啊該賣的都已經賣了 那股市已經進入到最絕望的關頭已經過了 現在已經進入到第二個階段 就是半信半疑的階段 這個半信半疑因為大家都還在觀望 會買會敢買的 通常來講呢都是第一批最勇敢 最懂得股票的人才敢進場 所以呢現在的量能不太 不太多但是他還是會穩定的向上漲 所以指數來講呢已經正式的突破 15000點的這個整數關卡了 那後續如果你覺得量能不足真的不會漲的話 我們從其他面向來看一下 你看一下其他面向的話現在散戶的話呢 我們跟大家講過 融券的漁額啊是持續的向上 那現在融券的總體的漁額已經到達了60.2萬張到昨天啊 昨天還在增加這幾天都還在增加也就是說呢 現在大部分人還是偏空的 不信你去問一下你隔壁你的好朋友 你的鄰居你的親戚 相信你去問他說你覺得最近股市怎麼樣 大家就覺得很不好啊對不對 在觀望啊看看啊說不定會漲 但其實大家都有這種心態的時候 其實就是會漲嘛 所以你看一下大部分都在偏空 那融資餘額有沒有增加 融資餘額都沒有增加就代表說 散戶觀望的氣氛真的非常濃厚 你看從籌碼面來看的話 如果散戶都不敢進場 籌碼不就是很安定嗎 就比較不會有人在那邊亂吹亂吹 就比較不會就是大跌 對不對 籌碼就相對來講是比較整齊比較整理 比較乾淨 好那如果你要從就是國際股市來看的話 國際股市的話你會發現 其實道瓊股價指數 我們來看一下道瓊股價指數的話 其實我早上有幫大家畫一張圖 你看一下這道瓊股價指數的話 其實你看一下盤中是不是續創新高 盤中續創新高的話就代表短線的多頭 還沒有結束 因為其實從納斯達克背半指數 也是再創新高 你看一下這一波呢 量能是往下的 你看美股跟台灣一樣 量能是往下是量縮的 為什麼會量縮 因為大家都在等什麼 明天要公佈CBI嘛 但如果你從其他技術指標來看的話 你看一下喔 KD指標到了80 你覺得就一定會往下嗎 其實KD指標如果到80 在短線上 如果能持續向上漲 就代表說 這就叫做一個 鈍化軋空的一個訊號 如果KD碰到80 馬上掉下來 這才是出現一個修正 那另外我們從 那個MACD來看的話 MACD我教大家一個很簡單的判斷方法 你不用看什麼交叉 你就看這一條線 這條線是零軸 零軸之上 就叫什麼 多 零軸之下 就叫做偏空 那你看一下 從今年以來啊 你會發現啊 其實如果你單純從 MACD去看的話 其實今年以來 因為美股是持續往下跌 你看今年1月嘛 2022年 1月開始 你看一下 道琼的一個 那個 MACD呢 都在零軸之下 零軸之下上不去 零軸之下上不去 對不對 每一次反彈到零軸的時候呢 就是一個就是中繼的反彈 反彈之後他會繼續往下跌 你看一下零軸之上呢 上不去 那股價都沒有辦法向上 那就繼續往下 那你看一下 怎麼樣他都在零軸之下震盪 那現在呢 終於怎樣 終於突破了零軸 現在已經回到零軸之上了 所以回到零軸之上的話呢 短線上來講呢 其實啊 道琼指數已經翻多了 既然是翻多的話 短線都有機會持續向上 而且其實道琼指數啊 其實我們如果看技術線型的話你看 這兩條線 黃色這條叫做月線 那個紫色這條叫做季線 月線已經穿越季線 形成黃金交叉 這也是一個多頭的象徵 因為多頭都是 多頭排列都是怎樣 都是 月線 季線 半年線 由上而下 形成一個這叫做多頭排列 你看多頭排列都已經形成了 那就代表說 道琼已經全面翻多了 而且道琼指數是站在月線跟季線之上 可是我們的呢 我們的加權股價指數 這一波呢 貝洛西來台灣呢 有沒有看到 貝洛西來台灣 就造成股市向下跌嘛 這一波就是軍演 軍演向下跌 其實跌幅也有限 只有跌到什麼 跌到月線 月線就 就守住了 守住之後你看他就 持續的向上 那準備要挑戰 15000點的整數關卡 那這幾天你會發現 連續三天都站在15000點的整數關卡 從技術面來看呢 台股啊 就是偏多了 這看起來就是偏多 你看這幾天都站在15000點之上 所以台股啊 已經就是正式站上15000點 這幾天呢 有機會持續的再創新高 那你另外從籌碼面你可能會擔心說 老實啊 外資可能會賣 外資啊 期貨未平常前幾天都已經變成什麼 變成多單流倉了 那我們再看到 新台幣如果你要觀察 外資有沒有走 外資到底是走還是流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看新台幣 如果說新台幣是持續的向上貶值啊 那就是代表說有外資正在落跑 但是你會發現我們已經穩穩的守住什麼 守住30塊的整數關卡 守住30塊的整數關卡之後就代表什麼 外資沒有跑 外資沒有跑的話 後續呢 就是偏多 因為散戶偏空 外資偏多 那整體來看 美股 又是偏多 所以大部分的狀況來講呢 你不斷從總經面基本面各方面去看 其實台股都是偏多 短線來講 市場來講呢 就是會挑戰季線的關卡 那這一波呢 我一直跟大家講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看這個圖 我們也用很久 都完全沒有改變 我說你要恐慌的時候進場 樂觀的時候 要出場 有樂觀嗎 沒有樂觀啊 所以呢 就是在恐慌 那前一陣子呢 中國軍演 裴洛西來台 大家去心裡想想 你是不是 有點恐慌 對不對 恐慌就是最好的進場時機啊 結果你現在你看 措施了 月限最好的買點 來 再來我們看一下 早上我都有給大家 很重要的訊息 我說 台股將要正式 突破15000點的一個關卡 你看一下 這是早上寫給大家的 不是今天 盤後才跟大家講的 所以呢 我早上寫給大家的訊息 真的非常重要 還沒加入的投資朋友們 趕快加入吧 打開你的手機相機 掃瞄這兩個QR Code 就可以分別加入我的LINE 跟Youtube的頻道 如果你想用關鍵字的方式 搜尋的話 請你打 小鼠GD1788 小鼠GD1788 就可以直接加入我的LINE頻道 另外我們Youtube的部分呢 記得加入之後 要幫我訂閱按讚 並開啟小鈴鐺喔 好 現在盤面上啊 其實指數已經不是很重要了 但是我們還是花了很多時間 是要為了增加大家的信心啊 我要跟大家講就是 現在指數已經站穩15000點 短線就是要挑戰季線的關卡 既然要挑戰季線的關卡的話 盤面上到底是哪一些股票可以做 我一直跟大家講 你看一下 投資的話你就是要了解說現在盤面上主流在哪裡 前一陣子的主流是什麼 工業電腦 對不對工業電腦的話我們 鎮華電我們也做了兩波 你看一下鎮華電我們8月1號在進場的時候 有沒有在進場 來 我們都是有圖有真相 看一下 8月1號對不對 鎮華電試駕買進 我們進場之後呢 你看一下鎮華電呢就持續了 創新高之後呢就持續了再漲 再漲 再漲 雖然說到今天是有點修正 但是呢你看一下 這邊一進場以後這個波段 進場都是賺錢的 沒有錯吧 這就是工業電腦 那工業電腦呢 鎮華電漲起來 我不是跟大家講說現在就這個區間 震盪你不要太過度去追高 所以鎮華電呢 當你第一根沒有追到的時候當你這一根 這一根沒有追到的時候在第二根這一根我就不建議你進場去追 因為你有沒有想到 你今天進場這一根去追的話到今天有可能 本來是賺錢的 變成賠錢 但是你只追在這第一根的話 即使怎麼震盪 我們就是賺錢什麼時候要獲利了結而已嘛 對不對你看一下 是不是帶我們到一個非常安全的地方 所以呢投資呢 這邊呢跟大家講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要嘛就投資在什麼時候 要嘛你就是投資在底部起漲 剛起漲的時候 要嘛呢你就是投資在什麼時候 你要進場在什麼時候 準備要突破前波高點的時候 才是你最好的進場點 你看一下 鎮華電 是不是就是 你剛突破進場 剛突破的時候 就是最好的進場機會 剛突破你看一下 剛突破之後進場就持續的向上漲不停 好那 鎮華電之外工業電腦還有哪些我們之前跟大家講的紅寶 我覺得紅寶你看也是有轉牆的訊號 紅寶呢做電子支付的 因為我們現在後疫情時代大家已經 越來越習慣做電子支付 真知道我家那個 麥當勞 麥當勞真的他的電也越做越小 那現在呢他都因為省成本嘛就盡量不讓你內用 那不讓你內用之外 他用很多的那個機器讓你自己去按 按完之後呢你自己點完呢 你自己用信用卡自己去付錢 他就不用幫你 幫你 少一個人 幫你去問你說你要吃什麼要怎樣 然後叫錯了還要被你唸 對不對 他直接就給你全部自動化 所以後疫情時代電子支付 POSE系統 是越來越盛行的 因為盡量解少人與人接觸 那 店家的部分呢 也因此可以節省成本 所以紅寶的部分我們可以看到他就做電子支付 電子支付的話我們可以看到 這幾天呢 雖然說那個飛節呢是有比較明顯的向下修正 但是紅寶依然啊 屹立不搖 是紅磅繼續往前吃掉之前所有的壓力區 今天收盤收的相對高點 明後天蠻有機會持續的再創新高 那我今天也跟大家講如果你覺得這種 中小型比較飄漢的股票你不太想去做 你比較想要買低檔的股票的話 其實華漢 是比較值得大家留意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講華漢也講過很久了 除了工業電腦之外呢 其實旁邊上還有哪一些股票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其實我們最近一直跟大家講說 網通族群吧 對不對 網通族群的部分我們就跟大家講 其實網通族群我大概是 現在所有的老師裡頭講得最清楚的 對不對 很多人都跟你講網通網通網通 網通到底做什麼 不知道 對不對 我已經幫大家都分享出來 網通族群已經長到什麼 分成什麼 網通的設備 網通的前段 光通訊 然後呢 前幾天 那個裴洛西來台灣我也跟大家講 你看小七被害 我們的高鐵被害 台鐵被害 然後就寫一些就是中國大陸有大內宣的一些字眼 那 這不是強調另外一件事情嗎 網路 資安的重要 對不對 我都幫他講了一清二楚 所以資安有哪些類股 網通設備有哪些類股 我也在節目上面跟大家講說 比較值得關注的哪一些 對不對 比如說像設備類股的話 我就跟大家講說是中壘 你看一下中壘我們講完沒多久呢 有沒有就一根漲停之後是不是再創新高 一根漲停之後是不是再創新高 那另外呢省準的部分呢 省準的部分我也幫大家畫 你看WD我說準備要突破 我們在突破之前就跟大家分享了 分享完之後他果然是續創新高 但是這兩天都有出現一個比較 長的一個上影線 那這樣的上影線呢 我認為跟當沖也是滿有關係的 但是呢 我們還是要堅持技術分析 如果你有這一檔 省準的 投資朋友 我建議啊 如果明天 後天啊 他沒有辦法突破新高 甚至是跌回來這個 225塊的壓力線的話 我建議 還是先除掉會比較好 畢竟呢如果你是在這附近追的 你不是在這裡買的 那你的壓力就會比較大 因為你短線上追高 如果說他股價沒有辦法 持續向上 帶你到一個安全的地方 坦白說你是危險的 所以省準的部分呢 明天後天 漲不上去 甚至呢如果跌回來 225塊 你一定要出 那短線上如果 比較好的狀況是 明天台股大漲之後呢 至少能突破 今天的高點 大概在這邊 那當然呢如果突破250塊 是更好啦 那250塊這邊看起來 更是像是一個什麼 整肅關卡壓力 你看一下 他漲上來呢最高就漲到 251.5 就漲不上去了 所以250塊 就是一個整肅關卡 這邊是有點壓力的 另外呢我們跟大家講說 資安的部分 資安的部分我們跟大家講什麼 比如說安睿 安睿你看8月2號跟大家講的 8月2號有沒有 8月2號的影片 你們都可以去看 安睿的部分呢 今天呢 有沒有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安睿今天是不是繼續 漲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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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又漲停了嘛 已經連續大概三根漲停了 現在有幾個老師能幫你選到 這麼 這麼強勢的股票 安睿漲停了 那另外呢我們幫大家介紹的 另外一檔啊 就是 網路資安族群啊 就叫利端 利端的話呢 其實啊今天表現也算不錯 今天利端的部分呢 是收紅 你看一下我們在這邊附近介紹以後 他就穩定的向上 那利端的部分呢 這邊做什麼的 我們跟大家講他做什麼 網通設備嘛 佔84% 那他裡頭也是做一些資安相關的一些東西 所以呢利端的部分 他的股價是 應該說他的量是比較大一點點的 那整個多頭格局也沒有改變 這就值得大家去留意啊對不對 好再來呢我們跟大家講除了資安之外 設備之外還有一個 光通訊族群 光通訊族群我幫大家介紹什麼 光盛 光盛是不是漲停之後呢 在高檔 就是震盪 然後華星光是不是今天是 兩根漲停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兩根漲停之後 續創新高 那再來呢 波若薇的部分 也是一樣 兩根漲停之後呢 今天就是在這個漲停的中間 這60塊的整數關卡附近呢 出現了一個小小的震盪 但我們之前就幫他畫出來 你看這個跳空缺口啊 應該說這個缺口啊 跌下來之後呢 是有守的 有守就是一個進場的機會 那這邊就直接跳空向上 突破了這一根紅色的壓力線 這就是一個標標準準的 多頭走勢 那當然我一直跟大家講 現在啊 既然不是一個大多頭 因為我們知道台股啊 你說現在反彈我說會上季線 那上季線也不是說 就會V型反轉 所以呢 現在台股的部分啊 不是一個大多頭格局 就是一個震盪 既然是一個震盪盤的話呢 我們短線上來講 就不要過度去追高 我們幫大家選的都是什麼 底部正在起漲 基本面好的股票 這個類股族群 所以呢 我們跟大家講說 我們介紹的光通訊族群 這一檔我們光通訊的股票呢 其實也是持續上漲 目前正在獲利當中 我們跟波若薇跟光盛比較的話 你看一下他毛利率 就是比起光盛跟波若薇來得好 那你說 他漲勢不會比較差嗎 那再看到 光通訊的營業利益的 利益的部分呢 其實你會發現他也比起 光盛跟波若薇來得好 美股盈餘呢 你會發現 他美股盈餘是持續的 乘45度角 持續的向上 創新高耶 持續的大幅度的成長 你說這種股票不強嗎 所以呢我們就跟大家講完之後沒多久 他就一根漲停板 一根漲停板之後呢 他隔一天 是盤中是一度再創 一根漲停板 那雖然說是有點收下來 但是這幾天都還在持續的 創新高 你看一下美股盈餘就像我講的 有沒有 持續一路一路的向上 大幅度的成長 那你從技術面來看的話 你看我是不是跟大家講說 我幫大家挑什麼 底部 這邊是不是一個底 這邊呢 那KT指標到20 KT指標到20之後 你看一下這邊有沒有更低 沒有 也就是說這邊都守住了 所以你買在這一個位置 你是不是相對來講呢 你是不是抱得很安心 買得很放心 到時候你賺的 會更開心 所以你看一下我們幫大家挑的是什麼 底部幫你進場去買的 而不是每次叫你追高 我知道很多人追高的 就是很多人都知道要追高追高 結果每次追高都是追到不對的 對不對 比如說呢 我們之前跟大家講的 金橋 對不對 金橋我知道 這一陣子 很多人在追金橋 金橋 來 金橋的部分你看一下 這幾天是不是往下跌了 結果你如果追到這一根 你看 你這幾天是不是 就很不舒服 那你買這種股票 你追在最高 追在最高 結果呢一個下跌 你追在7%漲停 7%8% 結果一個跌下來 沒%你就直接限輸了7%8% 限輸7%8%之後呢 後續呢他修正了10%20% 都還是多頭走勢 那你就賠了27%28%了 這樣有比較好嗎 就是你現在這個格局 因為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操作方式 現在不是一個大多頭 是一個區間震盪 你就不要過度去追高 我們要買什麼 低檔正要起漲的股票 那又或者是啊 最近來講啊 我講完網路通訊相關的類股族群之後呢 我相信你現在去看每一台啊 大家都在跟你講網通 光錢 資安 對不對 但其實我昨天就跟大家講了 這個類股族群我們去進場布局了 我們不用再去過度追高 你可以去找什麼 正要起漲的股票 因為你會發現很多時候呢 大家都在進場追的時候呢 都是相對的高點 現在你去看每一台 每一台是不是都在跟你講網通 好強好棒 趕快跟我買下一檔網通 我就偏不要 為什麼呢 因為你現在去追的話 有可能會追在相對的高檔 比如說呢 我們前一波啊 我在講生技類股 我已經要出場的時候 我還看到好多同業 在跟你講生技類股 那實際上我們生技類股 早就全部出掉了 你看生技類股 那時候很多人在講 比如說 易德啦 易德每天在跟你講 你看從你這邊追高開始 他就一路往下跌不停了 一路往下跌 那還有人在 講泰福 泰福我們早就出掉了 泰福的部分你看一下 這邊追高好開心好棒棒 對不對我們沒有進場追 我們早就出掉了 好這邊進場追一根 好開心喔 結果震盪一下還可以接受 那持續往下跌 持續能接受 結果呢一根 跌停板 再跌一根 對不對 跌停板 再跌 再跌 對不對 到今天為止是不是狀況都沒有太好 對不對 你看一下是不是持續的往下跌 到今天就是往下收一根 你從這邊追高一路往下 是70塊 一路跌到現在最低是45塊 你不覺得很痛苦嗎 你為什麼要去追高 當大家都在講的時候 股市這個類股族群 就有可能會過熱 過熱它就需要休息 你不如等到休息完畢之後呢 再去進場 比如說像我們之前追的震華店 我們進場之後呢 跌下來 當它跌不下去 再進 在準備要向上的時候 我們就再進場 對不對 好所以呢 很多時候啊 你不要跟著大家做 你投資啊 一定要怎樣 一定要領先市場 提早佈局 你看一下我們就是提早佈局 我不是第一天在跟大家講這個光通訊 我們講好久 我相信有在看我們節目的投資朋友 都可以做見證 那你看一下到今天呢 我們看同一檔股票到今天有沒有 同一檔股票到今天漲停板之後 它持續的向上 續創新高 有沒有 這邊呢有一個量能 這邊那個量能是代表什麼意思 在低檔有人做承接 那這邊漲上去之後呢 就代表說 慢慢有人進場去追 這不就是我剛剛一開始跟大家講的邏輯 是完全符合的 當跌下來的時候呢 大家都在賣 因為大家很恐慌很害怕 漲起來的時候剛開始起漲可能沒什麼量 你看這邊是不是沒什麼量 沒什麼量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還在觀望 一直觀望一直觀望 但是你越觀望越漲 越觀望越漲 越觀望它越漲 漲到你真的受不了 你也進場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時候你進場 大家都進場 量能就出來了 量能出來之後呢 後續來講可能慢慢開始有人要幹嘛 有人要停利 有人要停利的話 那股價就可能開始 從高檔開始出現震盪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一個股票的循環過程嘛 你只要懂這個過程 你投資我相信你都能無往不利啊 所以呢光通訊族群我們就是做這一檔其實已經持續向上 你看這個圖 本來在這邊 本來在價位我們佈局的時候都是在這邊 有沒有 佈局完之後漲停 漲停之後呢 再漲一根 漲一根之後呢就續創新高 就是這樣一路的爆上去 而且是從低檔 你看到今天為止呢 你看它一路向上漲的過程當中 離前坡的高點在這邊 是不是還有一段距離 所以呢它這邊還有一段的 獲利的一個空間 所以這就是怎麼樣 這是我們要提早佈局 你就是怎麼樣 成本比較低 你成本低你買的才會 安心啊 對不對 如果說你去買一些比如說 像我剛剛講的金橋啊 又或者是啊 我知道現在很多人在追網通 你追網通之後結果你追錯了 你追到核琴控 你今天情何以堪 今天呢 我們可以看到昨天核琴控 是不是也 創一個新高 長長的上癮線 之後呢今天就是 一根 9% 9% 9%幾乎可以說是跌停 雖然說沒有跌停 但9%跟跌停 是差多少 對不對 你這邊追高 跌停 追高跌下來 追高就跌下來 那你不如跟著我們一起進場什麼 做什麼 正要起漲 正要起漲的股票 還沒有創高的股票 你這樣子不是 買的安心 你又抱的放心 你賺起來 更是開心 所以你看昨天啊 其實我們沒有很強調網通 我跟大家講說 你現在寧願 你去注意網通 我寧願你去注意別的 所以我們昨天跟大家講什麼 我昨天跟大家講缺電 我昨天跟大家講 電子標籤 電子標籤的部分 我們跟大家講什麼 元泰嘛 元泰轉強 雖然說今天好像 有一個下影線 但是呢 我們可以看到200塊 看起來還是沒有支撐性的 所以這幾天蠻有機會 去創新高的 那在九正的部分 今天也是表現得不錯 今天也是一度的再創新高 那其實我昨天 照我們剛才講的邏輯 我昨天跟大家講說 九正 元泰都漲了那麼多了 你要做做什麼 所以我幫大家挑一張 叫做政要 你看一下政要是不是 從底部政要起漲 政要起漲的 電子標籤類股 對不對 這就是我講的 你不用太過度去追 不用太過度去追高 你可以看到 類股族群元泰 九正都漲起來了 我們就去買什麼 政要嘛 那如果說呢 你在政要如果你還是覺得不太放心 當然你也可以去講我們昨天 跟大家講金銅 金銅就是元泰的一個子公司 其實他基本面 也蠻好的 因為呢我們可以發現 最近來講很多基本面好的股票 慢慢都回暖了喔 對不對 你看一下金銅的部分 營收呢維持在高檔 獲利的部分也是維持在高檔 但只有股價 股價一路跌啊 一路跌 跌不停啊 但是目前來講看100塊 已經有一個很明顯的支撐了 所以我覺得100塊 這次確實是有支撐的 好所以金銅呢 我覺得呢 如果說電子標籤的類股 元泰能持續向上的話 金銅也不會太孤單 那我們剛剛跟大家講 其實你會發現啊 最近來講很多基本面好的股票 之前都超跌了 超跌了以後呢 你會發現很多股票 都開始會慢慢起漲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 昨天我給大家的一個 盤後資訊 你看一下 盤後的部分 我也跟大家講 九正跟正要 沒有錯吧 我沒有在跟你講太多 就是九正跟正要 當然如果你要看比較長期的 當然就是看金銅嘛 對不對 好那當然昨天我們跟大家講 網紅族群我們就是一波接一波 這一波你看 我們就沒有跟大家講太多 都已經漲停了 你不要再去追了 你要投資一定要領先市場 提早佈局 那現在還有什麼值得 大家去進場佈局的 來我們就是跟大家講說 最近來講很多基本面 很好的股票 大跌之後 其實都有被還公到 你看一下 長榮 營收呢 從今年開始 他就一直被創衰 說啊 報價會向下跌啦 啊什麼 運價不行了啦 結果呢 長榮就一直在創歷史新高 他的營收不斷的在創歷史新高給你看 你看到他的美股盈餘呢 也是一樣 是維持相對的高檔 第一季是賺了19.16 第二季呢 賺19.33 一年你說能賺多少 那目前來講7月的營收還在創歷史新高 第三季就是789三個月 789三個月已經跟你講 7月已經創歷史新高 那你說89會差到哪裡去嗎 他們又要漲漲價了 他們要漲那個 附加費用率 又要調高了 那所以呢 下半年的行情一樣是看好 所以估計啊 保守估計啊 今年至少可以賺 70塊以上 那70塊以上 現在股價才多少 剛突破100塊 你不覺得這就很超值 很多很跌很深的股票慢慢都開始在漲起來了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去注意啊 現在基本面很好的股票 那其中呢我覺得你還要搭配類股族群 那類股族群的話我覺得 大家可以關心一下我們昨天跟大家講的 化肥類股 化肥類股因為你會發現啊 其實啊北美的化肥啊 都跟大家講了有沒有 化肥類股北美的 兩大巨頭歇腐 跟什麼美聖都跟大家講啊 因為現在呢 烏克蘭跟俄羅斯那邊戰爭啊 所以影響到 化肥的一個供給量 所以呢他們化肥的供給是持續的吃緊 那你包含了歐洲那邊的天然氣啊 因為呢俄羅斯不供給 他應該說不是不供給是降壓供給啊 本來呢供給100% 現在只供給你20% 那我們知道你看一下這個消息啊你會發現啊 天然氣的供給量減少跟價格啊上漲會帶動什麼 會帶動化肥成本會提高 你看一下 根據美國農業部的數據啊天然氣啊 佔什麼 佔鞍的成本是85% 所以呢你看一下俄羅斯 對德國做制裁之後 德國的最大的一個化肥公司 叫做巴斯夫啊 他為了要控制天然氣的使用啊 已經開始減少 化肥原料的一個 產量 所以整體的產量啊 是下滑的 因為呢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過去來講化肥最大的供給國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俄羅斯 一個是白俄羅斯 兩個國家都因為戰爭被制裁 所以呢 整體的化肥的供給是大量的減少 大量減少之後呢 報價就會向上漲 報價向上漲呢 就會帶動化肥 相關的類股族群啊 他的營收獲利會持續的向上 我們以 美國這一家 CF最大的 美國的化肥龍頭來看的話 你看一下 這一波的美股下跌 他其實跌幅有限 下跌之後呢 就像我剛剛跟大家講的一樣 下跌帶量 很多人很恐慌出場了 出場之後你看一下 這一波上漲呢 還是量縮 也就是說呢 慢慢慢慢的 大家還在觀望這個行情啊 慢慢慢慢上漲之後 量能還沒出來 他漲勢有可能會持續下去 那我們要選擇台灣的股票的話 我們選擇這一檔化肥之王 這檔化肥之王走勢非常強 你看一下他的毛利率 我們拿 辛農跟台肥啊 來做比較 因為大家都知道辛農跟台肥啊 是在台灣來講是做 肥料的 那算最有名的 這兩家公司你會發現啊 跟我們的化肥之王比較起來 以毛利率來看一下 你看一下我們的化肥之王 毛利率是持續的大幅度的成長 遠遠的甩開什麼 辛農跟台肥 你在看到營業利率的部分呢 一樣化肥這一檔呢 我們的化肥之王呢 一樣我們的營業利益率是 遠遠的拋開台肥跟辛農 那最後我們看到美股盈餘的部分 你看一下 連美股盈餘啊 那個辛農跟台肥啊 都遠遠不及 我們這一檔化肥之王 所以呢下半年有題材 現在呢又在底部準備要向上漲 基本面又好 這當然就是值得你 像我們的光通訊一樣啊 我們的光通訊就是這樣選出來從底部準備要上漲的股票 有沒有從底部上漲 從底部準備要上漲 進場之後呢 就漲停一根 漲停一根之後 再一度的漲停之後 持續的再創新高 我們這一檔化肥之王啊 也是從底部準備要起漲 所以呢如果真的要投資 你覺得追高 風險很高 你不太想要去追高 可以跟著我們一起買 化肥之王 這檔化肥之王正要從底部起漲 想跟我們一起進場投資 可以透過下面的電話 或透過我們旁邊的LINE 來直接跟我們聯繫 今天節目到這邊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投資握力放遠未來 想要跟我一起使用融合 總金面基本面 技術面面面俱到的投資方式 掌握股價關鍵買賣點 歡迎加入我的相關媒體頻道 加入之後記得要 按讚訂閱加開啟小鈴鐺喔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